好 好 那子妮妳的狀況是 我基本上其實這都是行之有黏 我大概只有一半 基本上 因為我的A是 我很小發育期開始我就會頭痛 很嚴重 然後那第一的話 因為我有高度近視 我有大概快900度的近視 所以後來做了雷射了近視之後 我的眼睛就開始會有不明黑影 那醫生就說這個很正常 他說因為其實你的高度近視 本來眼球就已經不夠健康 雖然視力恢復了 但是還是會有所謂的叫非紋症 所以我就開始 我很早以前就開始補葉黃素 那妳覺得有差嗎 我覺得補心安多少有一點 可是如果像妳講的說 這些狀況都這麼嚴重 妳會不會很擔心就是遺傳給小孩 因為我先生也是高度近視 然後也有雷射 那後來結果 我女兒前一陣因為準備要上小一 那學校就會建議我們說 要去做一個視力的檢測 結果醫生講完我就快瘋了 就開始毛起來搜尋 為什麼醫生說了什麼 我的醫生就說呢 按理來說 他說五六歲的小朋友 應該是有一點點的遠視 就是能夠看得比較遠 可是我的女兒在標準視力上 所以意思就是說她沒有遠視 那她說那再加上父母親都有高度近視 所以她合理的懷疑 她會比其他同年齡的小朋友 更早一點近視 所以我那時候就先給她吃我的葉黃素 真的有給她吃 然後呢後來就想說 因為小朋友 所以就把膠囊 就把它拆開 然後裡面的那個粉 就倒到每天 妳有沒有問一下醫生吃妳的可不可以 有啊醫生就說其實OK啦 那是心虛的 真的量少一點嗎 對 但因為那一杯早上的生意果 是全家的嘛 所以就是變成說她也跟著我們喝 那請問一下趙藥師 剛剛我們的來賓 小孩子都有吃這個葉黃素 葉黃素真的對眼睛的保護 是有幫助的 那除了對眼睛保護以外 它有沒有其他對身體的保護作用 OK 我們現在談葉黃素之前 我們先了解眼睛的結構 為什麼要吃葉黃素 好 那眼睛結構前面那一塊叫做水晶體 是 那水晶體就是紫外線 會被擋在那邊 所以水晶體它會犧牲小孩完成到 所以我們年老的時候 會造成水晶體混熟 就是白內障 白內障就這樣來的 那後面的話眼千千的地方 就是所謂四瓦膜的 凹凹的部分 叫黃斑七翼 黃斑七翼的 我們先了解黃斑七翼有什麼功用 黃斑七翼最主要是 辨別顏色 形狀大小 光線 對 所以你現在可以看到我 看到我什麼穿什麼顏色衣服 看到我長那麼帥 對 黃斑七翼的功用 對 那這黃斑七翼有兩個色素在保護 就是葉黃素跟薏米黃素 那葉黃素 英米黃素最主要是 黃子光線傷害 跟所謂的 脂乳肌的傷害四網膜這一塊 所以它的功用是在這一塊 如果我們補充葉黃素的話 補充的就是這個部分的營養 對 但是問題人 只要年紀老化 有一些疾病 抽菸 喝酒的患者 甚至糖尿病族群 包括這一些光線傷害的 脂乳肌堆積太多 脂乳肌來自油炸類 光線 那過老 就會造成這個顏色 葉黃素就會退化 退色 像這一塊的領域是 葉黃素跟薏米黃素 確定在臨床的醫劑裡面 確定是人體最好的抗氧化劑 它可以防止所謂的四網膜 被所謂的脂乳肌光線傷害的部分 它可以保護 可是重要是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我們剛才來賓有說 他們小朋友就開始吃嗎 那以小朋友來講 他們到底可不可以吃 幾歲開始吃比較好 那小朋友一般建議 建議是在 兩歲以後再補充就好了 甚至六歲補充 因為小朋友現在 iPad不要再用 會很容易的老化 老化的部分 那我們提供的部分是說 像美國現在目前研究最大的領域 叫做一個領域 AREDS2 投入時間最久有五年 投入臨床是4203位的患者 已經確定印證了黃斑七億的濃度 我們人體黃斑七億濃度 就是10mm的葉黃素 跟2mm的一米黃素 所以各位不要亂補充 那添加了Omega屬粒 就是所謂的 你燈光照射的部分 會比較舒緩一點 最主要是在這一塊 那對新生兒的部分 他事實上發現 母親很慷慨 在三個月的時候 把葉黃素一米黃素 已有全部提供給小朋友 所以臨床也發現說 在胎兒三個月的時候 這些物質會進到 三個月會進到胎兒的胎盤 所以有一部分原因 邪者判斷 可能這些媽媽 所造成的眼睛不適的部分 包括記憶力衰退的部分 可能就是缺乏這些物質 所以我是因為生用了兩胎 所以才會這樣 可以吃 絕對可以吃 因為 它是人體具有的物質 那只是外來補充 它不會有副作用就對了 我會建議 比較建議說 從一些綠色蔬菜 黃色水果 對 補充是很足夠的 那剛剛竹林說 他把他大人吃的 給他小孩子 這樣可以 因為 小孩子會找熟 因為葉黃素 它不是單方 它是一個配方 裡面可能還有鑫 鑫吃太多 鑫有五大功用 不定性掉頭髮 一二三口美力 提升免疫系統 水晶體的保護 對 甚至於提升性功能能力 保護小朋友 分著半 他可能會太早 怕他早熟 那請問一下 趙藥師 外面很多的 包括像類似的 葉黃素的一些 保養品裡面 他有強調 他兩個功能 他有Veta胡蘿蔔素 那這樣的話 是不是一加一 大於二 還是說這個中間 到底 對消費者來講 我要買單純的葉黃素 還是買那個 有兩個功能的 三個功能的 怎麼挑選 這個配方已經 剛剛提到的 美國衛生研究院 所投入的臨床 他已經發現 這時候 只要抽菸者 喝酒的患者 添加所謂的葉黃素 添加Veta胡蘿蔔素 會造成 肺癌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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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高的 那你從這邊的 臨床一劑就可以發現 早期在1994年 這個臨床已經出來了 那有29000人 29000人 是很偉大的一個臨床 那提升的 高劑量情況下 Beta胡蘿蔔素 會增加肺癌機率 大概18%到28%左右 對好還是單獨的補充就好 不建議 Beta胡蘿蔔素添加 但是食物可以喔 吃的可以 所以在乎的萃起 萃起的部分是高劑量 那食物它是要轉換 剛剛不是特別提到說 美國臨床已經確定 黃斑部的色素 是10比2嗎 對 就葉黃素跟玉米黃素 跟添加Omega3 沒有Beta胡蘿蔔素 所以Beta胡蘿蔔素 不補充在這一塊 是可以的 像一般人來講 我怎麼知道 我到底缺乏葉黃素 那我如果說缺乏的話 我到市面上 我要去挑這樣的產品 我要怎麼來選 比較適合目前來講 那剛剛我們藝人 不是包括亞龍 包括你們都在提供說 有幾個現象嗎 對 那幾個現象就是造成 那 其實上夜市 最簡單上夜市 甚至於看這攝影棚的燈光 你看得陰陰的 就代表葉黃素大概可能不足 那另外一個開高速 眼睛很乾是嗎 眼睛乾不是 你眼睛現在很乾 對 那另外一塊就是 所謂的開高速公路 去隧道 急著把太陽眼鏡拔掉 那就是所謂的剛剛那個概念 黑白整塊 就比較不清楚 但是現在目前 各位不用擔心 現在目前市面上 已經有這樣的儀器 可以做檢測 可以這樣檢測的部分 所以大家可以檢測 自己的那個夜黃度 到底夠不夠 需不需要補充就是了 那特別提到說 晚上關燈 上手機的部分 對 在練功 這絕對不建議 因為這時候藍光 手機的藍光 是高於30%到50%的 是會直接 那影響 那到底市面上 這麼多種的話 我們應該要怎麼選 那市面上的保健產品 我們就把它秉除掉 Beta胡蘿蔔素 因為Beta胡蘿蔔素 沒有必要添加 而且已經有研究報告說不好了 沒有必要 會增加出來的那個 另外一個很多廠商 就把它標示 以下保健產品 因為這是法規的問題 那沒有辦法去管理這一塊 現在已經開始 從7年4月 開始管理的部分是說 只要以下標示 兩顆以上的劑量 是不行的 什麼意思 它是屬於文 Each To Capsule 那這表示以下的劑量 是兩顆 所以一次你要吃兩顆 對 那很多廠商是誤導 誤導消費者 所以這一塊 我們就把它過濾掉 過濾掉 那當然從這些保健產品 我們可以發現 剛剛提到的部分是說 廣金比例10比2 那以臨床目為標準 Beta胡蘿蔔 做一個引導的部分 甚至於國家 台灣國家身部品質標章 生車會所把關的 那也是一個醫技 這個就可以相信 對 可以比較相信的部分 可以比較相信的部分 是 提醒所有民眾出門的時候 一定要戴太陽眼鏡 這個概念 是 這也是葉黃素的概念 由外來做先抗肯止外線 不過我們剛剛談到了很多 包括像您懷孕的時候 對 媽媽有沒有特別給您補一下 有啊 就是在懷孕期的時候 我們都會想要給小孩最好的 而且像剛剛招藥師講的 母親很偉大 我們真的在懷孕完之後 就覺得自己變笨了 因為我們要懷孕的時候 而且又是一人吃兩人補 要好好的補啊 可是呢 我們到底應該要怎麼補呢 姐琳 媽媽懷孕的時候很辛苦喔 這時候寶寶要健康 媽媽也要健康 結果要吃什麼來保健一下呢 葉酸 這一定要 好像是一定要的吧 對 保健食品一起吞 小心 有吃好像沒吃 全人補葉酸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功能 就是 對 但是葉酸補充一個重點 就是說 就是說跟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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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by bwd6